咱们这回来说说09年 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一桩凶杀案 2009年1月22号一大早上 乌鲁木齐有一个汽修厂的老板叫王贵 开着一辆奥迪A6轿车 从家里出来直奔他自己那汽修厂 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就是这个习惯 一大早上工人师傅们还没去呢 他呀就先到厂里边了巡视一圈 等工人师傅们都去了 对全天的工作都得一一的进行安排 这一天的功夫啊那是早出晚归 一转眼到了晚上八点来中了 这汽修厂呢也关门停业了 王贵呀开着车 就来到了乌鲁木齐苏州路的一个小区 他有一个朋友在这开了一个棋牌室 王贵经常到朋友的这个棋牌室来打打麻将 白天了一天了 晚上呢也消遣娱乐一下 跟他一起打麻将的三个人呢 哎这都是王贵平时的牌友 打麻将基本上算是王贵唯一的爱好了 这王贵虽然身家不菲 汽修厂生意挺好 家里边啊家财万贯 但是毕竟是白手起家 一点一点打拼起来的 生活上很节俭 也不乱花钱 打麻将也不打那点大的 就是玩个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单纯 为了消遣消遣 不过除了打麻将之外 有花钱的地方 王贵呀外边有个情人呢 这个情人呢就住在这个小区的九号楼 这天呢麻将一直打到了凌晨三点左右 这才结束 出来之后 步行来到了九号楼 来到情人家里边 把车钥匙拿回来 开车回家 从这儿起 家人和朋友和王贵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这王贵莫名其妙就人间蒸发了 新市区公安分局银川路派出所接到报案的时间 是1月24号上午十点半 这个时间呢 已经临近春节了 人口失踪 这本身就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 再加上失踪的人 这还是一个身价上千万的老板 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新市区分局副局长崔菊 带领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启动了失踪人口管控机制 开始采集王贵的信息资料 做好分析工作 王贵岁数也不小了 53年出生 户口所在地 是乌鲁木齐市河滩北路 现在呢 住在乌鲁木齐市八州路 新城花园小区 是某贸易有限公司 汽修厂的老板 据王贵的家人说呀 王贵呢 为了汽修厂 日常的经营 手机基本上是24小时开机 甭管早或者晚 那都可能有客户要急着修车呀 你要是把手机关了 要错过客户 这不就错过了挣钱机会了吗 即使偶尔因为特殊情况 手机没电了 这手机关机了 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像王贵这一回这样 将近40个小时都联系不上的情况 从来没有过 汽修厂的员工也说 王贵呀 不光自己坚持手机24小时开机 要求所有的员工 这手机也不能关 不能无缘无故的就关机 这王贵呢 每天早上 一大早就赶到修理厂 安排日常事务 可是这汽修厂员工说 就这两天都没见老板来过 打他电话也打不通 这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事 那再问问王贵的情人吧 王贵的情人就说呀 23号凌晨3点左右 王贵打完牌之后来到他家 拿上车钥匙就回去了 他们虽然是情人关系 但王贵有家有口 从来不在情人家里边过夜 甭管多晚都要赶回自己的家 但王贵呀 对于这个情人也不是那种特别绝情的角色 每天早上还会给他打个问候电话 但23号早晨 他却没有接到王贵的电话 他呢就给王贵打了过去 王贵关机了 到24号了 还是没和王贵联系上 24号上午10点钟 王贵的姐姐 王贵的妻子都来到了王贵情人家里边找王贵 情人这才感觉到问题严重 就一起到公安局报了案 侦察员呢 了解完相关信息之后 又来到了修理厂 重新问修理厂的这些员工 员工们就说呀 这修理厂呢 经营挺好的 也没有债务情况 老板王贵 为人挺好 没有跟员工发生过矛盾 很厚道的一个领导 所有员工都对王贵没有任何怨言 这员工们也说 别看我们老板把钱看得重 但是啊 人家是自己要求自己一分钱不乱花 生活特别节俭 但是从来不拖欠我们的工资 那么经济纠纷 引发杀人的可能性 这就微乎其微了呀 仇杀的可能性这也不大了呀 但会不会是因财而起呢 修理厂经营的这么好 王贵又上千万的身家 大伙都知道 有句老话啊 你不怕贼头就怕贼惦记呀 难道是有人眼红他的财产 绑架了他了吗 但也不对 绑架的目的是要钱呢 那肯定第一时间控制住王贵之后 就得跟王贵家人取得联系 但是这一下子失踪好几天了 家人也没接到任何所要钱财的信息和电话呀 初步走访排查的工作结束之后 大家呢 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在分析会上 大家一致认定 这好几天了 一直毫无音讯 王贵很可能已经被害了 于是经过分局批准 刑警大队成立了123专案组 立案侦查 专案专办 一转眼就到了初夕 到了大年初一了 整个乌鲁木齐大街小巷 那是喜气洋洋啊 可是 别人互相拜年问候 互相在那团圆的时候 王贵家里边可不是这样啊 全家人哪 都在苦苦等待着王贵的消息 就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尽管他们也知道 奇迹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年三十 这新市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专案组的成员 谁也没能回去过年前 谁也没跟家人团聚 经过一夜排查 还没顾上还口气呢 又来到了会议室 继续召开案情分析会 大年初一一大早上大队长李建国就跟大家说 经过这几天的工作 大家把各自摸牌走访的信息线索呀 汇总一下 以便我们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专案组里面呢 有一名侦察员叫赵亚伟 赵警官呢 从一开始就负责王贵失踪调查 他呢 首先对调查情况做了一个简单汇报 当天跟王贵一起打麻将的呀 前后有四个人 经过这几天的工作 我们已经确定了这几个人的身份 其中两个人 从时间动机等方面 经过细致排查 已经基本排除嫌疑了 还有两个人 我们还在进行进一步的排查 首先说说我的个人看法啊 王贵虽然在打麻将期间 包括在平时没跟这几个人发生过矛盾 但是因为这几个人经常跟王贵在一起玩 熟悉王贵的生活规律 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再结合咱们之前的推断 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关系人作案 那么从王贵的关系人入手 一定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顺着这话茬 几天来一直负责走访摸牌 负责进行分析的侦察员沙壮志和吴宏伟说 从王贵的关系人入手 寻找突破口 这很有道理 所以呢 我们应该加大 对王贵情人李玉的调查力度 我们在走访的时候 获知啊 王贵自从97年和李玉认识之后 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家庭纠纷 但是在这期间 李玉和王贵的妻子 曾经大打出手 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虽然趋于平静 几个人呢也不再那么硝烟四起了 但依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况且近期啊 王贵准备给李玉一个说法之后 就跟他提出分手 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情杀的可能性 沙壮志他们呢 就认为王贵很可能是死于情杀 那么到底这是不是一桩情杀案件呢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沙壮志和吴宏伟 认为很可能是情杀 但是另外一名侦察员张振环 他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了 之前呢 我也走访了王贵修理厂的那些员工们 那些员工反映啊 几年之前 有一个客户叫李成 在修理厂修车的时候 拖欠了八千元的修车费 要了好多回了 还没要回来呢 最后王贵啊 是请的讨债公司 这才把钱给追了回来 李成为这事还扬言要报复呢 所以咱们也不能排除仇杀的可能性 这一分析完 行了 财杀情杀仇杀 还是不能确定啊 这时候 中队的队长张队 他呀 说了自己观点 咱们呢 不能忽视丢失的车辆 要着眼车辆的去向达到以车找人的目的 因为王贵的车一直没找到 所以也不能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 大队长李建国一听 要不人家是领导呢 同志们啊 综合大家的意见和案情进展 下一步工作 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利用公安网络平台 在全新疆范围之内 发协查通报 查找失踪车辆 第二 采集王贵的生物剪裁 要刻画出来王贵的体貌特征 及时的做好 与近期发现的无名男师 进行比对的准备 第三 紧紧围绕关系人作案这一判断 着眼王贵的关系人 特别是他情人李玉 要进行深入的排查 第四 把曾经拖欠王贵修车款的里程 作为重点 从作案时间 作案动机这些方面 进行走访摩排 第五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之下 对重点人员进行调查 查找可疑线索 这一下 大伙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就已经清晰明了了 大家赶紧的 分成几组 各自忙活自己的 新的线索很快一条一条 汇集到了专案组 因为时间太久了 员工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 所以对于里程 近期活动情况的调查 确实大费周折 前前后后 经过将近三天的深入调查 最终查清楚了 从作案时间上排除了 里程作案的可能性 那么仇杀的这个可能 也就被排除掉了 再来说 他情人李玉那边 对李玉的调查也取得了进展 据李玉说呀 那天呢 他跟王贵 从外边回到棋牌市 王贵呢 留下来打麻将 因为王贵车上装着水果呢 所以李玉把车开到了九号楼 自家单元门前边的停车场 就回家了 23号凌晨三点多 王贵到他家里边取车钥匙 他起来之后 把车钥匙递给了王贵 王贵就站在门口呢 随后就进了卫生间 刚坐在马桶上 就听到楼道里边 有一声惨叫 好像还有打斗的声音 一会儿啊 他又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 以为王贵开车走了 所以就认为啊 刚才听到的打斗声 应该是别人发出来的动静 就也没多想 也没重视 李玉呢 住在这个单元的二楼 同单元的其他几家住户 对李玉的说法 也都给予证实了 都是这么说的 前前后后细节 也都是一样的 李玉这时候 又反映了一个关键信息 李玉说呀 王贵失踪 很可能跟李俊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小区里边啊 只有李俊和王贵 关系是最好的 平时走得近 有事没事 互相帮衬着 也只有李俊 知道李玉和王贵 是情人关系 不是夫妻 还知道王贵 从来不在 李玉家过夜 玩麻将 本管玩了多晚 都会开车回家 而且李玉说 据他观察 李俊呢 是个社会会会 跟他交往的 那些社会青年 都跟李俊 叫老大 这么一说 这李俊 还真是有不少的疑点 关键的一点 就是李俊 在案发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 经过调查 没有办法最终确定 侦察员呢 先找了其他几位 跟王贵打麻将的那几个人啊 那牌友 据牌友们说呀 22号下午7点多 李俊在棋牌室 给王贵打了个电话 问王贵 王哥 回来了吗 现在在哪呢 王贵就说呀 在回来路上呢 挂了电话 李俊跟牌友们说 有点小事 要出去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李俊前脚刚走 王贵就开车到了棋牌室 一看李俊不在 他还给李俊打电话呢 我在棋牌室呢 你快过来啊 李俊过来之后 就开始打麻将 晚上12点左右 李俊呢 把位子让给了旁边 看牌的一个牌友 自己呀 站在王贵后边 看王贵打牌 又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李俊就走了 到凌晨两点左右 李俊又回来了 王贵看李俊回来 就跟他说 我不打了 你来打吧 李俊说 我也不打了 其他人都觉得奇怪呀 平时只要有人让位子 要没什么极特殊情况 李俊绝对不会推辞啊 于是王贵说呀 行吧 那我再打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打完了 我就得回去了啊 这么着 李俊就又出去了 据牌友们说 从那天之后 这好几天了 没人再见过李俊来打麻将 听说李俊在帮女朋友看店呢 随后啊 警方就开始调查李俊的个人信息 这才发现李俊 原本不叫李俊 而叫罗军 40岁 曾经因为伤害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 通过进一步调查走访 李俊 刑满释放之后 没有正经职业 整天在社会上闲混 经常出入舞厅 棋牌室 这些场所 给人看场子 后来呢 慢慢的也干了一点正当职业吧 但只要是正经行业 他都干不了 都干不长久 跟前妻离婚之后 他呢 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对这个女朋友啊 是动了真感情了 特别关心 特别体贴 女朋友呢 开了一家超市 但是开超市 这可不好干 生意啊 一直没起色 开超市 你来回进货 你这个资金压力又很大 资金周转很困难 马上又春节了 供货商呢 还不断的催要货款 这李俊的女朋友寝食难安的 吃不下睡不着 李俊看在眼里边这个心疼啊 他呀还跟朋友说过呢 我一定得帮我女朋友度过难关 但是李俊本身一点积蓄也没有 他怎么帮女朋友度过难关呢 最大的难关就是钱这一关呢 这就引起侦察员的重视了 除此之外 李俊还有一个反常现象 李俊呢 认识新市区刑警大队的一个警官 平时很少跟那警官联系 也就是互相有个联系方式 最近一段时间 却不断的找借口 给这警官打电话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们最近忙吗 忙什么呢 老王出事了 你知道吗 哎 怎么非得问关于王贵出事的这事呢 侦察员警察干什么的呀 是有职业敏感性的呀 于是啊 这名警官一方面和这李俊进行的周旋 一方面把这个情况向专案组做了汇报 现在这么多的疑点聚焦在李俊身上 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丢失的车辆呢 也下落不明 失踪人员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你要是贸然对李俊采取行动 那只能是打草惊蛇呀 到底从哪儿才能找到更多的直接线索 直接证据 这李俊是不是害死王贵的真正凶手 春节七天假 侦察员们一天也没休啊 不停的走访 不停的排查 不停的蹲点守候 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了 这几天呢 这李俊表现的倒挺正常 不过侦察员在外围走访的时候 了解了一个新线索 突然之间 这李俊呢 竟然帮他女朋友还清了超市 欠下来的几万块钱房租 还偿还了一部分货款 李俊平时没钱呢 他这钱哪来的呀 资金来源暂时没有办法查证 在有关部门协助之下 专案组又得到一条线索 有一辆奥迪A6轿车 被人从乌鲁木齐卖到了石盒子 随后啊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之下 确定了购买人的详细地址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石盒子 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找着那辆车了 虽然换了车牌号 但这车上独一无二的线索太多了呀 尤其那发动机号 你是怎么抠你也抠不下去的呀 经过核查 这辆车就是王贵失踪时候驾驶的那一辆奥迪A6轿车 消息一传过来 所有的侦察员无比的兴奋啊 那么到底这买车人是谁 从哪买的 买车这人呢 姓王 这王某说 1月24号 他的一个朋友姓徐 这徐某介绍 说有人因为工程欠款 准备低价出卖一辆奥迪轿车 问他有没有兴趣 王某呢 正想买辆二手车呢 决定看看 就从石盒子来到了乌市 看车地点 就在乌鲁木齐市 二公村五队 一看还挺满意 车这么新啊 只是因为欠款的问题 没法过户 过不了就过不了吧 这就现在大伙经常在二手车市场上 看到的所谓的抵押车嘛 以四万五千块钱的价格成交了 因为车上没牌照 为了路上开车方便 装了一个假牌照 第二天早上从乌鲁木齐 开回了石盒子 根据王某的供述 侦察员很快把卖给他车的 那个徐某带到刑警大队 徐某说呀 他是里鱼山路 一个小区超市的供货商 超市欠了他货款了 临近春节去催要货款 但超市老板说 等他的男朋友把工程欠款追回来再给他 1月23号他打电话催要货款的时候 这超市老板说了 哎呦不好意思 工程款没要上来 对方只给抵了一辆车 那这徐某就问他 这车卖不卖呀 我也不知道 我男朋友在呢 你跟他讲吧 说着把电话给了男朋友 男朋友说 为了帮女朋友还账 这辆车呀 低价卖 这徐某呢 要看车 男朋友就带着徐某 去了二公村武队 一看奥迪A6挺新 车况挺好 徐某知道自己的朋友王某 想买辆二手车 就给他打电话 最后王某把车就买走了 那四万五千块钱 这就等于是徐某能收回来的货款了 侦察员一听 立刻就问他呀 那超市老板的男朋友叫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叫小罗 姓罗 具体名字呀 我不清楚 人挺壮士的 四十来岁 身高差不多一米七五吧 短头发 圆脸 右手食指那儿啊 断了两个指关节 这也说 跟李俊完全就对上了呀 于是专案组立刻对李俊实施抓捕 二月十三号凌晨四点左右 李俊在李渔山路 他女朋友的超市里面 被警方擒获 到案之后 这李俊一开始还什么都不交代呢 犯过罪 有反审讯经验 但这不管用啊 现在这么多证据 这么多线索 你再抵赖 抵不过去 经过五天五夜斗智斗勇 李俊终于交代了全部罪行 原来啊 三个多月之前 李俊认识了这个女朋友确定恋爱关系 这女朋友呢 之前结过婚 前一段婚姻挺不幸福的 也吃过不少苦 父母为了女儿 把自己住的房子都抵押了 贷款之后给女儿开了一个超市 女朋友拼命挣钱 也是为了想方设法还债 因为毕竟 这开超市的钱 是把爹妈的房子抵押之后 得来的贷款呢 不过呀 甭管怎么吃苦努力 这超市生意始终不见起色 钱没挣着 又欠了好几万的房租和货款 看见女朋友 整天愁得不行不行的 李俊也没什么办法 心里边也难受 他呢 也没正经职业 整天社会上闲混 又有犯罪前科 想借钱也没人借给他 后来他就编造了一个谎言 就跟女朋友说 我夏天承包了一个工程 有一部分拖欠的工程款没拿着呢 现在正追债呢 春节之前呢 我一定帮你把房租和货款给还上 这算是在某种程度上 安慰了自己的女朋友 但谎言就是谎言呢 他哪来的工程款呢 李俊呢 以索要工程款为名 先后花了女朋友将近三千块钱 可一分钱也没拿回来呀 临近春节了 人家都要钱呢 催债的一波又一波 这个来了要房租 那个来了要货款 女朋友为此啊 整天整天睡不着觉 最终李俊决定铤而走险 打起了王贵那辆奥迪A6的主意 1月22号晚上七点半 李俊打电话跟王贵联系打麻将 晚上12点左右 借口有事把位子就让给了旁边看牌的一个牌友了 随后呢 站王贵后边看王贵打牌 一边看着 一边把手就伸进了王贵搭在椅子上的那外套口袋里 想把车钥匙给偷走 可发现车钥匙不在身上 他估计啊 一定是王贵的情人李俊 把车开9号楼去了 就离开棋牌室 到女朋友开的超市里边帮着女朋友卖货 凌晨两点多 他跟女朋友说 你把店关了吧 有一笔工程款 答应要结 我现在去取钱去 他就又来到棋牌室 王贵他们还打着牌呢 李俊呢 站王贵身后边 一边看牌 一边摸王贵的外套口袋 车钥匙还不在 一会儿他肯定得到李俊那儿 拿钥匙开车回家 他呢 又找借口离开棋牌室 到了9号楼 把准备好的黑色毛线帽子就戴上了 脸上呢 蒙了一条黑色围巾 在9号楼东墙 一个阴暗的角落那儿 就藏了起来 等待着王贵的出现 差不多过了20分钟 王贵走进了四单元 眼瞅着二楼灯也亮了 行了 他到了李玉家了 就迅速来到单元门口 过了两分钟 王贵从楼上下来 刚打开单元门 就看到一个黑影冲了过来 李俊上去 右手掐住王贵的脖子 掐了四五分钟 发现王贵已经死了 就从王贵衣袋里 找到车钥匙 打开车门 准备开车逃走 上车以后再一想 不行啊 王贵尸体就倒在单元门口呢 明天一大早上 人一出门就看见了 这么着 又下去把王贵的尸体 抱上了车 放在后座上 开车出了小区 一路兜兜转转转 来到了距离燕尔窝里 胶桥三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发现道路两边铁栅栏呢 有两三米缺口 停下车来 把王贵的尸体 移到栅栏外边的沟里 顺便把王贵裤子口袋里的 七百块钱现金 也装自己身上了 李俊原来有过犯罪前科呀 他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呀 突然就想到 哎呀 我这右手食指断了两个指尖 我又用右手掐过他脖子 警察一查就会找到我呀 因为这脖子上的掐痕 是会留下这断指的痕迹的呀 这么着呢 又拿起王贵的外套 盖在王贵尸体头上 从王贵奥迪车里边 拿出来了一罐 ZIPO打火机用的那打火机油 浇在了外套上 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把外套点着之后 开车逃离了 回去路上 把车里的一些东西呀 法票啊 行驶证啊 各种物件啊 扔在了不同地方的垃圾箱里 随后把车开到 二公村附近的停车场 卸下车牌 又打车来到另一处地方 把这车牌子 扔在路边的沟里 随后打车回到女朋友的超市 此时此刻 已经是23号早上10点了 当女朋友问李俊的时候 李俊说 哎呀 他说给我工程款 可工程款没要上 就抵了一辆车 24号 这李俊经超市供货商徐某介绍 以45000元的价格 把车卖到了石盒子王某那里 专案组最终带领了侦察员和计证人员 在李俊的指认之下 找到了王贵的遗体和车牌等等关键物件 至此 这起案件 这才正式告破 最终 李俊应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私刑 咱们来说一下 九十年代 发生在湖南 湖北和河南三个省内的 一系列特大杀人劫车案件 1993年以来 在湖南 湖北和河南三省之内 先后有八部机动车 九名司程人员 神秘的失踪 但是 长达五年多的时间 三省的公安机关 一直没有侦破 这几起神秘的失踪案 1996年2月13号 凌晨四点钟 湘凡恒达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 王连胜 装了满满一车的香烟 离开湘凡烟厂 他这行的目的是 去位于湖北南部的 洪湖市 云烟的车 开到襄阳和宜城的交界处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 突然呢 有一辆桑塔纳超车 超过来之后 嘎一声 停在了货车前边 从这桑塔纳里 走出来两个穿着警服的人 他们拦住王连胜 请他上了桑塔纳 桑塔纳刚一启动 一条钢丝绳 就勒住了王连胜的脖子 他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不明不白的 命归皇权 两天过去了 运输公司一再的联系王连胜 总是得不到回音 一辆汽车 五百多箱香烟 价值八十多万元 你再加上一个人 全都无声无息的失踪了 烟厂和汽车运输公司 怎么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 香凡市公安局随即展开调查 但是两个多月 一点进展都没有 4月25号 香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接待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同行 怎么回事啊 几天前4月19号 驻马店烟厂的运烟车被抢劫 车上装有价值八十万元的香烟五百件 司机和压车人下落不明 经过几天的侦查 侦察员在雀山县境内挖出了两具尸体 正是运烟司机徐文廷和压车人交建权 为了侦破这个案件 河南警方悬赏十万元 他们来到香凡是想寻求当地警方的帮助 听了河南同行的案情报告 香凡市公安局负责人认为 河南烟案和香凡烟案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决定并案侦查 然而之后又是几个月的不懈努力 查到了一些线索 但是又都逐一排除了 这两起烟案一时之间成了悬案 直到两年之后 1999年1月 谜底才被揭开 1998年10月23号 公安部召开了全国电话会议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打击走私盗窃 抢劫机动车的专项斗争 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公安厅 刑警队情报对策处 在这次专项斗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主要作战武器是电脑 通过刑事犯罪综合信息系统 随时下载各地计算机的数据 进行对比和分析 之后 一辆排号为OF1098 发动机号为04727 车架号为044-059的桑塔纳轿 引起了情报对策处警察们的特别关注 这辆车和湖南省湘潭市 1995年被盗的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的发动机号 车架号完全相同 这湖南的车怎么上了湖北的牌照 于是一份加急名传电报 立即传到湘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湘阳县公安局 干警们立刻展开行动 OF1098 是湘阳县公安局火牌派出所的一辆警车 购买这辆桑塔纳车的中介人 是湘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单位的司机侯某 刑警顾永一行找到侯某 他说 大概是1995年年底的时候 湘阳县化肥厂司机王大和找到他 说呢 有一辆桑塔纳手续齐全 让他给找个买主 于是他就找到了派出所 当天晚上10点 王大和被请进了湘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开始的时候啊 他什么都不说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政策攻心 到第二天早晨6点 他才不得不交代 这辆车是帮湘凡市一个名叫袁老大的人买的 袁老大当时手拿一份河南省顾史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经过事后查证 这个判决书啊 是伪造的 他拿着伪造的判决书 说这辆桑塔纳是抵债车 干警们了解到 王大和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离职专门做旧车生意 在干警看来 王大和既然做旧车生意 就不止帮人卖过一辆车 在警方的压力之下 王大和不得不交代 他还帮助袁老大卖过另外两部车 其中一部呢 是蓝色的桑塔纳 一部是140大货车 干警们迅速把情况上报 专案组也随之成立 袁老大究竟是何许人 王大和说他也不清楚 更不知道他在哪 他们平时呢 都是单线联系 王大和还主动提供了一个线索 一个月之前呢 袁老大提出再请他帮忙 手上有一辆走私车需要寻找销路 1999年1月19号上午 王大和在侦查人员的安排之下 和袁老大取得了联系 王大和告诉他 你的车呢 我找到买主了 你过来看一下吧 可狡猾的袁老大却说呀 我现在没时间呢 我打牌呢 下午五点 咱们再联系 侦查员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五点 再次叫王大和跟袁老大联系 王大和说 你看这已经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你能不能请买车的老板们吃个饭呢 袁老大当即表示同意 并且约定半小时之后 在香凡市购物中心的门前见面 下午五点半 侦查员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汽车 带着王大和来到约定地点 而另一组侦查员呢 坐一辆面包车停在远处 侦查员们很快分散在人群当中 远远的 袁老大看到了王大和 并且走过来说 哎 你咋开了个古城的车呀 这时候 一名侦查员立即跟在袁老大后边上了车 关上车门 坐在袁老大旁边 跟车里的人形成了夹击之势 袁老大随即被戴上手铐 袁老大的真名叫袁明文 1996年2月13号 袁明文一伙截住相反是恒达汽车运输公司司机王连胜的运烟大货车 把他骗到开的桑塔纳上 两个同伙把王连胜往中间一夹 一条钢丝绳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这袁明文可不是等闲之辈 别看他只有二十多岁 长得文质彬彬 却是一个功于心计的人 当他被董静戴上手铐的时候 意识到这回凶多吉少了 然而他很快要镇定下来 和警察打了很多回交道 每一回不都顺利过关了吗 1996年2月13号 袁明文等人杀死司机王连胜之后 开着烟车向石砚的方向去 结果由于心虚 这车栽进沟里了 他面对来调查的警察非常镇定 这警察还帮他维护秩序 同年的4月30号 他和同伙开着一辆抢来的桑塔纳 遇到检查的时候 车被扣了 他拿着伪造的证件 也没有被看出破绽来 最终由于不知道车是怎么来的 袁明文又再一次逃出圣天 1998年2月14号 他又开着一辆抢来的桑塔纳 过检查站的时候被扣下了 结果审查了20多天 居然就没查出来有什么问题 他又被释放了 眼下 袁明文又一次面对警察 而不得不坐在 襄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接受讯问时 他一点紧张感都没有 十分的轻松 他相信 这一回仍然可以逍遥法外 他拾口不提车的事 只是对侦察员说 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嫖娼了 这么着吧 你们说罚多少钱 侦察员知道 不拿出过硬的证据 他是不会说的 他们把王大和带过来 让袁明文看了一眼 袁明文立刻就明白了 赶紧交代 他确实卖过一辆车给王大和 就是被省公安厅电脑警察 从网上查出疑点的那辆桑塔纳 追问车的来源 袁明文说 车是从相反火车站 一个外号叫刘巴子的人手里买的 但是呢 他又说不出刘巴子的真实性命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他全都不知道 侦察员心里很清楚 当面戳穿了他的谎言之后 袁明文又说 这车是在武汉旧货市场买的 简一时没有办法打开袁明文的缺口 警方换了一个问题 问他 你这辆车卖给王大和多少钱 袁明文抽了五根烟之后 才非常不情愿地说 两万 侦察员立刻打断他 不对 因为王大和早就供述了 这辆车呢 卖了八万四 袁明文一听 不对 啊 那我记错了 卖了三万五 侦察员们分析啊 袁明文一定卖过很多辆车 多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就对他说 袁老大 你一定还有另外的车 还有同伙 尽管袁明文非常狡猾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 意志非常脆弱的人 他最怕的就是遇到紧追不舍 他开始感觉招架不住了 说 这样吧 你们把吴选德搞来 他知道咋回事 之后还补充说 吴选德 人高马大 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 你们逮他的时候啊 得小心点 一月二十号上午十点 吴选德应袁明文的邀约 来到金碎酒楼会面 干警们早早地埋伏在附近 不一会儿 吴选德和五六个男青年 出现在酒楼门前 为了不惊动他 一名干警走到他面前 像老熟人似的拍他肩膀 亲热地叫着他绰号 哎 八子 好久不见了 发财了吧 不认识我了 走走走 喝酒去 吴选德根本不知道 袁明文已经落到了公安局手里 还以为是袁明文派来接他的兄弟 这愣愣地就被拉着 往远处的面包车走过去 走到医院门口 突然从医院里呢 出来一个年轻人 认出了这位干警 他打招呼声还挺大 哎 你又逮人呢 坏了菜了 听到这声招呼 吴选德猛地一惊 回头一看 满了 黑洞洞的枪口 已经顶在了他的身上 耳边有一声低吼 老实点 洞就打死你 和吴选德在一起的 这几个年轻人 跟他关系一般 见到警察的枪口 顿时吓得四散奔逃 吴选德被抓回来之后 干警们继续加强对袁明文的审讯攻势 并且追问他 吴选德不会开车 车是怎么来的 这时候 圆明文还不想如实交代 他只是说 吴选德的孤爹会开车 你们最好啊 把他也找来 圆明文又供出了第二个同伙 吴选德的孤爹 唐道友 当天晚上 犯罪嫌疑人 唐道友 落网 圆明文已经供出了两个同伙 而且知道这两个人呢 也已经跟他一样 沦为了阶下囚 知道 再也没法抵赖了 他交代了 偷了五辆桑塔纳轿车的 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 审讯吴选德的侦察员 也取得了初步战果 吴选德也交代了 和圆明文一伙 盗窃桑塔纳的事实 而在另一间审讯室里 唐道友惊魂不定 在被押往 襄阳县公安局的途中 干警们就开始 对他实施心理攻势了 跟他讲 东窗事发和天网灰灰的故事 吓得他 心虚的要命啊 不蹬不蹬的跳 在强大的审讯公事之下 他很快交代了 两起杀人结烟车的罪恶 1996年4月 唐道友和袁明文 吴选德 崔书文 李健等五个人 窜至河南省驻马店烟厂 在门口守候了十多天 19号的清晨 盯上了一辆熨烟的大货车 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 紧随其后 烟车行到河南雀山县境内的时候 吴选德 崔书文 李健 他们仨人换上警服 以出了交通事故为由 把烟车拦住 然后 分别把司机徐文廷 和压车人 焦健全 骗到桑塔纳上 用钢丝绳 套住两个人的脖子 然后 把两个人杀死 就近掩埋 接得大货车一辆和500件香烟 价值80万元 1998年1月12号 凌晨三点多钟 袁明文 吴选德 唐道友 崔书文 李健等五个人 窜到湖南长沙 在长沙烟厂门口守候 看到一辆拉烟的货车开出门之后 就开着桑塔纳 当然他们开的桑塔纳 全都是抢来的 开着这辆车尾随其后 拉烟的大货驶出长沙市区 五名歹徒如法炮制 把司机骗上桑塔纳勒死 抢得货车一辆 香烟500多件 价值130多万元 案情进一步升级 袁明文等人 这是一个特大杀人劫车的犯罪团伙 他们一定还有大量的犯罪事实 没有交代 于是侦察员又一次 坐在了袁明文的面前 袁明文 你还有严重的问题 没有交代 你刚才说五辆车 都是砸玻璃偷的 可是有两部车我们都了解 要是车门 车窗的玻璃 那都是原装的 你怎么解释啊 袁明文呢 这烟瘾还挺大 又要了根烟 猛作一口之后说 唉 其实我活着比死了都难受 我交代 我全都交代 让你们呢 在全市都出名 在全省出名 我让你们在全国出名 我这案子比313大多了 很多地方公安机关还在悬赏捉拿我们呢 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那都是假话 那些车全是抢的 司机也都让我们杀死了 干警们又一次震惊了 他们清楚 313血案是1997年湘凡市最恶劣的一起杀人案 以周刚为首的东北五虎 在湘凡市中原路抢劫一家副食品商店 开枪打死店主一家五口之后逃窜 经民警一百五十天的侦查 周刚一伙五人全部被抓获 他们在四年的时间内 流窜了全国六个省市 盗窃抢劫二十七起 杀死十八人 杀伤两人 袁明文说 他的案子比313还大 大到什么程度啊 根据这几个人的交代 一个特大杀人劫车犯罪团伙的罪行 昭然若结 1994年4月 吴选德找到隔壁的湖美春 他们俩商量去外地偷车 但是俩人都不会开呀 吴选德呢 就叫来了干过多年司机的姑父 唐道友入伙 这三个人呢 一拍即合 在武汉 京州等地赚了好几天 阴谋没有得逞 他们觉得 偷车 技术含量太高了 不如啊 杀人劫车 他们觉得 在本省作案呢 容易被发现 就南下到了湖南长沙 吴选德踩完了盘子之后觉得 长沙市兴沙开发区 现在呢 正在开发 人流量不大 距离市区比较远 是作案的最佳地点 于是 又返回市区 叫了一辆蓝色的桑塔纳出租车 烧上唐道友 胡美春 把司机骗到吴选德 事先选好的地点 把司机杀害之后 弄到汽车的后备箱 由唐道友开车 回到湘返 尸体也埋在了湘返县境内 赃车价值11万元 最后通过原明文 以7万元的价格卖掉 赃款由吴一人独吞了 1995年10月的一天 吴选德找到老乡原明文 商量呢 搞辆车来卖 吴选德第一次抢车 得到了7万块 这使原明文很动心 但是这个人呢 贪财还胆小 他要求由吴选德抢车 他就负责卖 然而 吴选德几次出马都没成功 原明文就觉得 吴选德这人呢 没什么本事 只能是老夫亲自出马了 几天之后 吴选德、袁明文约上李健 又来到长沙 他们在兴沙开发区 采好盘子之后 到了湘坛 10月28号 三人以兴沙开发区接人为由 将27岁的湘坛市 先锋集团公司 出租车司机张勇 骗到事先看好的位置 把他活活地勒死 之后又把尸体 拉回襄阳买掉 而后 原明文伪伪造了一份河南省顾史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以抵债车的名书 以抵债车的名义 接车团伙 1995年11月28号 原明文 也就这几万块 咱们呢 不如搞点利润大的 但是 什么行业利润大呀 原明文说呀 抢运超车 这个利润最大 但是呢 有武警啊 不好搞 哎 这不是有烟吗 咱们抢运烟的车 一回最少几十万 而且很快就能卖出去 你不像这车 卖不掉 这就是一堆废铁 从此之后 原明文一伙 把黑手伸向了运烟车 丧尽天良地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 骇人听闻的杀人劫车案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 原明文 吴选德 崔书文 唐道友 李健 胡美春 六名歹徒 疯狂作案九起 残忍杀害 私承人员九名 诈骗货物一车 抢劫机动车八辆 涉案财物 总价值三百多万元 六年来 曾经困扰 湘厄玉三省的 九大悬案 被襄阳县公安民警 一举攻破 在原明文杀人 劫车犯罪团体当中 还有崔书文和李健 没有到案 120专案组 顾不得几天来 连续作战的疲劳 又连夜投入到 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中 追捕崔书文和李健 这个团伙一共作案九起 杀害九人 崔书文参与了其中的六起案件 有七个人残死在他的手上 残忍 冷酷 他曾经令团伙核心人物 袁明文都惊叹不已 同伙啊 一致把他称为冷血杀手 十年四十四岁的崔书文 曾经当过九年的村主任 按说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被拉下水呢 原来崔书文办了一个花生厂 结果呢 袁明文等人前来奢货 拉走了好几车的花生 没给钱 后来 崔书文厂子黄了 要赔钱 就来找袁明文 他知道 袁明文啊 曾经杀人抢车 以此为要挟 没想到 这袁 摸准了他的心态 跟他说 咱们哪 一块干 一趟就是好几万 这很快你的账就还清了 利欲熏心 潜迷了眼睛啊 崔书文就这么同意了 没想到 刚开始杀人 非常恐惧的他 以后的胆子越来越大 成了团伙里的头号杀手 每次杀人劫车 他都负责杀人 要把这么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杀手 逮捕归案 绳之以法 又要避免我方人员的伤亡 那就必须先弄清楚他的行踪 然后出其不意 把他勤货 经过再次提审三名落网的犯罪嫌疑人 崔书文在香凡市凡城区长征路 钢材市场租了一个门面 做钢材生意 每天早晨 他都要到这儿来了解生意的情况 1月22号早晨6点 专案组在长征路钢材市场 布下了天罗地网 崔书文杀了七条人命 他深深地知道 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入罚网 因此除了作案之外 他很少和同伙们来往 在香凡市里边租住 但是他的租住地 从来不让同伙知道 一有风吹草动 马上换个地方租房 早上八点钟 经过两个小时的守候 崔书文和情妇 终于出现在侦察员的视线里 大家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 将之生擒 随后 胡美春也在香阳县欧庙镇家中落网 追捕李建的侦察员 赶到老河口市林竹镇 李建家的时候 他却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 但是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侦察员们相信 李建的落网 只是迟早的事情 你 在两个小时的 休门 感谢观看